他说我的资料在这里 几个字呢 你想说 你总不能说246 你想说六个字 不过你六个字第1个ok 但是向下呢 不ok 为什么因为其他人不是只有六个字怎么办呢 所以 这个方法不行 第2个方法就是说 前面有10个字 那我可不可以讲 就是说L1N L1N这个是算总长度对 总共有几个字 总共有 16个字 对不对 这个里面总共有16个字 那我16个字减掉几个字 减掉固定的前面的10个字 有没有 就是他原来的总长度 减掉10个字 那如果这个是16个字 底下这个应该是 假设18个字的话 减掉10个字不就剩8个字 对不对 那这个假设是10个字加上5个字 15个字 减掉10个字不就剩5个字 那规则不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 转个弯 结果就正确按确定 点两下 有没有 这样不就可以做出来 这个跟 手机 那个范例里面 REPT 配合那个 LEN的 也是 有点类似的做法 转个弯 所以 什么做不出来呢 其实都做得出来的 那你说哪一个方法比较快 其实你做得出来的方法最快 那你做不出来方法 你 所以 所以为什么你一招做不出来 像刚刚同学一招做不出来 然后换一招嘛 对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会卡关 难免的 再厉害的高手 难免也有卡住的时候 或者是说突然哪个功能就是出不来 怎么办 没关系 用第二招 OK 反正事情可以先解决再说吧 按确定对不对 那后面的东西的话 这后面加的就不行的 他的信不知道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 你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再END 然后去把 那当然你如果说 要用其他的方法查 不要在booking里面查 各位可以啊 你也可以把这边 怎么样 这个范围建一个对照表 各位可以啊 然后将来的 查这一个 再查查这个 可不可以啊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想方法很多 那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个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这两个范例 就是我觉得 在工作上面用到的几率很高的 两个 有关 就是 跟查表 VLOOK函数有关系的 然后呢 延伸出去 实际上跟资料库 也有点关系 不过如果你又要动到资料库 恐怕又要写程式 以前我们其实每天做就是写程式去撈资料 写程式去撈资料 但是写程式去撈资料 对于工程师来说 不困难 可是对一般来说 其实就是相当困难的 那但是你不写程式 又能够撈到资料库里面的资料的话 这个方法恐怕是 最好的方案 这个应该是不写程式的情况底下 是最好的方案 那资料来源你反正将来资料库资料 撈到这边来 其实人家给你的资料大概就是 一个ECL档 你就可以做后续动作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好先先把这部分先熟悉 好 好